我陪你一起飞 去触摸你的梦想 我陪你一起飞 去触摸每日阳光 有自由的向往 美丽的人航 在长安中成长 一个用心默默守护病人的年轻女孩 一个严谨刻板的护士长 他们是 他们要在构式上美丽变身 就是借着个对象 他穿那身衣服啊 就跟挤地铁挤姑替车似的 你们能把我妈妈搬拌呢 五颜六色吗 我不想出去了 敬请收看本期构时尚 天使爱美丽 时尚重塑自我自信 改变人生 各位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新一期的构时长 我是高博 我是张静 大家好 首先给您介绍下 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 心理专家苏秦 欢迎 造型专家杨潜 欢迎 服装设计师邓欢欢 欢迎 欢迎三位 又是一个路之周期 三位辛苦了 辛苦了 要说说我们今天的主题 其实是一种职业 世人都会生病 生病一定要去医院 去医院一定会看到大夫 你见大夫是什么感觉的 医护人员呢 那还用说吗 除了紧张就是害怕 而且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只要一看到白大褂 我就觉得自己离扎针不远了 事实情况也确实如此 对 到医院会有一抹白色浮现在你 眼前不管是环境 还是医生护士的服装 所以我们会称他们为白衣天使 有没有想到过 白衣天使在生活中 是什么颜色又是什么样子呢 今天这二位都是护士的工作 来我们看看这两位的基本状况 来第一位 常文静 29岁护士 下一位 今天的第二位叫苏生 34岁 目前是一名护士长 通过短片走进二位的世界 我们跟这个透析室的护士的关系是什么呢 他们是我们生命的天使 确实的 跟我们生就去 去实时的 生了很大的灰色 本人 七十有一了 在此透析已经十年了 认识文静呢 认识文静呢 也几年了 我脱析都七年多了 四五年前嘛 我就认识她 文静这个小姑娘呢 给我们感觉就是家里的小妹妹 岁数大点的呢 把她认为 或者是女儿啊 或者是孙女 很多时候不开心的 就说 你看你看我的女儿啊 儿子啊 还不如文静对我这么好 文静对我多好啊 所以说呢 就是文静呢 在这方面呢 透出的很大 具体有多少的心酸 苦泪 只有她自己心里知道 我说是说不出来 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 特别长 他们是我生活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说你们也没时间 穿自己衣服 总上下班 总是穿的 白的呀 啥来玩来 偶尔下班回家 就那么一会儿 蹦蹦穿 有大人呆 我说的 也要自己注重一点 毕竟是女孩子嘛 年轻为 为什么不为自己打扮漂亮 一点 90%的时间都在穿工作服 穿自己的衣服 时间特别短 就那上下班了 是不是 然后就觉得 也没人看呀 我就是长静 这就是我的工作 好了 风口环节 我们正式开始 长文静 你好 你好 欢迎来到狗市场 谢谢 今天白衣天使 飞到我们现场 还带着两个朋友 让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到场的这二位 这个是我的好朋友 王红燕 欢迎 那个是我的病人 王阳 好了 请二位 我们打开盒子 看看你们准备了什么东西 又有什么建议 今天 我带的是他的这个 为什么带这个呢 是因为他在我夜中 就平常的着装就像今天一样 短裤是白搭一年四地都在穿 尤其这条 有一次照相的时候 自己又配了个打底裤一类的 然后有的人就说 你是几下没穿裤子吗 所以一定要把他这条短裤给清理掉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 对他尤其在这种白搭的时候会有幻觉 因为他是外地的护士在京打工 所以我呢 就是人又挺好的 我想帮助他解决这个个人的婚姻问题 就给他介绍个对象 你还真喜欢这劲 我给他 我在那个 就是那是冬天 然后在一个宾馆大行 然后给他介绍 然后他来的时候 他穿的身衣服啊 就跟挤地铁挤工替车的 是吧 明明知道我这个地点 这面地点 也知道对方是干嘛的 对方是一个服装摄影师 双边拍摩特 而且往那大堂那沙发上一坐 那大堂是金碧辉煌 然后他呢 显得特别的 是吧 有格不入的感觉 就是 其实这是才一个绽放的机会 你穿什么都不为过 他说人嘛 你平常可以穿的简单 但这个时候 他穿什么都不为过 越漂亮越好 对呀 这是你光绽放的时候 而且起码来讲 就是说你 这种 就不能穿太随便吧 对吧 所以我当时就一下就 就折的 我也知道 是啊 你怎么琢磨的 我就是 啪嗒啪嗒就过去 会服装设计 单刀付贵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很紧张的 我在家试了好多套衣服 但是我就觉得 最后的衣服柜子里 都是那样的 没有 找不着一些 但是毕竟是冬天 你哼不能冬天 你也招呼震过去了 我确实里头穿的短裤 下边是打底裤 你爱热裤是吧 也会什么理由 我们先简单弄一下理由 这样你就觉得会 显身材还是怎么样 还是方便 还是总有个理由吗 这样短裤一蹬就走了 然后而且我那个上班时间 上班的地点 跟我住的地方 就走路就十分钟 所以我的房子 林医工作单位非常近 对 然后每天 因为90%的时间 都穿工作服 穿自己的衣服 时间特别短 就那十分钟 上下班的十分钟 然后就觉得 也没人看呀 穿给谁看呀 就自己 靠会一下就行了 其实好多时候 就怕这种心态 你就觉得 反正我没人看 没人看我干嘛 倒是呢 对 就是理由率特别低 所以你觉得 不太至于 为你路上的十分钟 打扮自己 对对对 反正去了 得穿上工作服 就是白大褂 一种所谓 对 那这次来 高零上是谁 报的名啊 是我自华 自己 那怎么连你自己 也觉得有一些问题 和改进的空间 对 以前很早之前 都看过这节目 然后呢 就觉得他们 变身 特别奇妙 然后我就 以前想过 是不是自己 也可以打造一下 但是没有勇气 我就是一个 特别胆小的人 胆小 我们从小到大胆小 对 但是好多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 敢穿白大褂都特大 在病人面前 他显得特别自信 他就这些东西 就工作起来 简直就是生机勃勃 要不刚才我说 他充满了正能量 但是换一个环境 换一个比较 时尚点的环境 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这人整个就不行了 对 这是我刚才讲的 那个矛盾的点 你说他胆小也可以 但是当他在 他的那个医务室里面 当他在为病人服务的时候 他一定要有那个 刚才老先生讲的 正能量的方式 其实一部分是在做 药物的这个理疗 另外一部分也是帮病人 在做心理方面的 护理和呵护 对 你们这个科室 还跟一般的科室 有很大的不同 对对对 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我们透析的科 就是他一般都是肾衰竭的 然后要长期维持透析 长期长到什么 生命结束 就是一直到生命结束 所以其实是一个 很残酷的一个经历 对对 如果不换肾的话 他们就永远要 跟我们待在一起了 我靠透析存活了 已经靠透析存活了20年 他这个透析一次 是4个小时 对呀 护士不能凑眼珠的 就护士不能离开这个屋 全程要排断 大会可以离开这个屋 护士不能离开屋 比如我要喝水 他这屋假如就一个护士的话 他必须让另外一个护士 找他来盯着 为什么 因为机器不能出问题 病人不能出问题 这些4个小时 护士全培 全程 对 不能离开人 这是规定 对对 所以他这个 我们就非常熟悉 无话不传 非常熟悉 所以他的工作态度 他为人 我们都了解 对 他要不好 我能给交接下 我不可能 所以大家都是念着你好 对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包括他自己 胆小 生活中胆小的自己 也鼓足勇气 来我们过程上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哈哈 你也谈恋爱了 你现在有了一个 很好的改变的内音和原动力 这就是你即将拥有 非常幸福美好的 个人生活的那个 最甜蜜的那个部分 你希望以更加完美的姿态 去拥抱他 让他更加的幸福 就这么简单 目标明确 来吧 我们由内而外 今天坐镇的心理专家 苏星老师 想听听您的观点 故事这个职业 包括我都知道 很多的医务工作者 他需要的是绝对的安全 在这种绝对的安全的状态下 我们可能不太敢去尝试 一些过界的东西 走到医院 只有十分钟的路程 如果是一个女人的话 她会想 这十分钟的路程 我要保持我漂亮的 这种状态 我特别建议你 从现在开始 挑战你所有认为 之前认为 所有不安全的项目 所有认为会被别人 好像有议论的这种状态 包括着装上 包括日常的一些行为上 敢于挑战 可能是你推开美丽 这扇门的第一步 好的 好 谢谢苏老师 谢谢 谢谢苏星 谢谢 这个抚慰的层面 有很多种 你在抚慰你的患者 那其实我们也有 各方面的力道来抚慰 没有别的 只有一个 就是大家都要鼓足勇气 把该做的事情要做 来 我们事先重回 那这个一城不变 连冬天你都招呼了 对吧 这个小短裤吧 来 没事 我来操作 要不要分手决定权 是你说了算 我要那个 尝试一下不同的对手 你说你胆小吧 这回还挺坚定对吧 来 这边请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你胆小 他生日大 没关系 有个四小准备 三二一 来了 那下面呢 任务要发布给你 为你专门打造的苏鞋性发布 让你穿上自己认为 自己最有脸味的一身衣服 去欢乐骨 完成两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游戏项目 那至于市场呢 到了那我就知道了 怕什么来着吗 对呀 但就是要这么整 要不然来这干嘛呢 是 我们的摄影师全程跟随拍摄 努力啊 加油啊 好 谢谢 好 出发吧 这是长文镜 摄影大哥差点认不出你来 哎呀 不行 我害怕 你好 请问你是刚做完那个海洋就行吗 是 害怕吗 没有 还行啊 特别紧张吗 没有 特别高吧 真的特别高 不高啊 好 行吗 谢谢啊 剩下能陪我吗 我害怕 人家都是两个人 就我自己一个人 哎呀 我 我不想了 我不去了 不行吗 你来不来吗 我 你来不来吗 是啊 你来不来吗 啊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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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您是几个人来玩这个呀? 两个个 我 我 是让我们一起拍吗? 我害怕 我刚才的 好了,我们要让我们一起到几时,国戏已经开始了,找了皇教宣爱的同胶放在白色红手就可以了,在你们看来看的时候可以拿冲键掉出来,吃了慢别别的 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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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打不开了 好 各位朋友 千万不要头晕走错了 出口在我这边 请大家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不要拿错 什么感觉 太恶心了 我想吐了 惊魂未定 下一个任务接踵而来 当我知道第二个任务的时候我特别紧张 我觉得让我再去尝试一个比这更惊险的游戏 我特别害怕 可是当我走到那个燕子里三剧场的时候 我心一下子就放松了 我觉得让我来看一场表演还是挺好的 特别期待 从观众突然变成五年 文静 没想到吧 这一切都是节目组精心安排的 管众突然变成五年 您慢点儿干的呀 作为一个演员 在台上的感受 跟当观众是完全不一样的 更加紧张 更加好玩 我从来没有去尝试过 第一次尝试 我觉得刚开始 几分钟是特别紧张的 可是我身边的一个小朋友 帮我去 带着我去表演的时候 过了几分钟 我一下子就放松了 觉得是特别好玩 特别刺激的一件事情 包括我以前不爱 在大街上跟人搭讪 问路什么的 我觉得都无所谓的 看着下边那些观众 都觉得以前的那些 就觉得是自己想的太多 太紧张 不去放松 与周边的人沟通 什么的 觉得也是对我自我的一种挑战 我带你一起飞 常文静你好 欢迎欢迎你 平时工作是护士 那你平时的这个着装是什么样的呢 怎么打扮自己呢 受工作的影响就是平底鞋 平底鞋 那上衣裤子裙子怎么穿呢 很少穿裙子吧 上衣那个都是比较随意的打扮 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着装风格适合你呢 我们有请我们的服装设计师 邓欢欢 你好 其实我看到她 我觉得看到了一个同类 就是同属于一个矮个子 王国里面的女生 我知道其实你今天也要给我们推荐一个时尚典范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OK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俄罗斯非常著名的一个blogger 她是一个fashion blogger这个女孩 她很突出的一点是 她大概是身高是在一米五五到一米六零之间 所以属于也是我们的 就是张小型的女孩子中的一个成员 那么她其实很突出的穿衣 也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 就是一个非常相对比较松深一些些的上衣 然后下身呢就会点缀一个相对比较高腰 非常简约 所以对于矮个子的女孩子来说 我建议有两种搭配方式 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走一个A字的一个小短裙 然后上面配一个比较斯文一些些的 比如说是因为您是护士 所以可以配一些斯文一些些的一些衬衣 然后来增加你自己的一个文艺一些 比较清新一点的感觉 那另外一个小洋装呢 我建议是小个子的女生肩膀一般来说是比较窄 所以可以有一个一字的这样子的一个一字的 今年也是比较流行荷叶边 然后一字形的一个上衣 然后比较浪漫的欧洲的一个复古的风格可以出来 那么下身的话呢就走一些比较高腰的一些短裙 这样子拉长你的一个下身比例 文静这次来到这边也是希望穿得更漂亮 让男朋友觉得自己还有另外一面 对不对 也希望在这个下部的装扮当中看到你有这样的表现 好不好 谢谢欢欢 同时呢我们要请杨琴在这个妆容和发型方面给出一些建议 有请 你好 其实你在生活当中的头发基本上都散下来还是什么 在这种情况比较多 对因为我知道护士经常包括医生他们经常是把头发给盘起来 对 在工作当中那个头发怎么盘发我一会叫呢 对对又好看然后又快捷 然后自己又能很好地完成的一个头发 这样要不现场来演示一下什么样的盘发是否生活当中的 今天要给文静盘的是一个生活当中的盘发是吧 这个这个发型是生活然后工作都可以 一举两得 我们先把顶部的头发给留出来 我们在后整骨这个地方啊 再给它分一个发区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第二笔给它扎平了 然后呢后半部分也是同样 对我们看一下 实际上这么两个揪 那其实接下来呢我们完成是它可以靠手自己去操作 把这两个并在一块 并在一起 对可以去掏 从上面来掏下面这一块 掏下面的头发 我们把它给它乱扯开就可以了 然后上面的头发呢 我们可以用手啊 嗯 给它稍微倒梳一点 倒梳 对 是为了让这个头顶部位蓬松一些 更饱满一些 嗯 然后呢上面呢我们用手啊去梳理一下 把它固定在第二个辫子的根部 我们可以啊最后的头发做点卷 哦做一些卷 做一些转化 嗯 最后呢我们用点发胶给它表面上定下型 手指边书里边跟发胶 嗯 会更加有纹理感 今天我在现场都学了几招 特别好 真的特别简单 嗯 而且这个发型很适合它 就是留下来给它戴护士帽的这个空间 没错 没错 好的 马上我们的选手就要亮相了 也希望在我们这个构式上最终亮相的舞台上 你不仅是一个贷恋的护士 也是你男友心目当中漂亮的女朋友 好嘞 加油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你们的热情 我们选手即将登场老规矩了 大电视 请给出选手过往的照片 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呢叫唐文静 今年29岁是一名透析护士 为了方便工作呢 他住的离单位非常近 10分钟的路程呢就可以到 他觉得没有必要在这10分钟的路程中 花费太多的时间打扮自己给路人看 但是呢最近他的这个心态啊 稍稍有一点变化 为什么呢 谈恋爱了 所以呢他希望自己能够为男朋友变得 更加有女人味一些 更加漂亮一些 为此来到构式上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到时候五个数 请他上场 五 四 三 二 一 有请 好漂亮啊 看看刚才那个热烈的欢呼过程 再来一遍 好漂亮啊 我估计这是你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这么隆重的欢迎吧 心里感觉怎么样 特别开心 没想到自己会这么美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护士 在录制他前面段落的时候 居然有一个年纪已经挺挺老的一个病患 二十多年的老病患 然后来给他做亲友团 那只有他对人家好人家才愿意 来距离 贡献观点 帮助到他 所以我觉得 那位老先生如果在镜头前看到你这样的表现的话 一定也会特别新闻的 自己还没看过吧 没有 那我们照镜子吧 来来来来 来 这边请 特别好 心里 忘了吗 胆儿还小 加油 三 二 一 停下一下 我觉得自己像公主一样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打扮过 也没穿过这么高的高跟鞋 感觉好神奇啊 来 这边请 变化之大 太好了 关键效果还特别好 今天男朋友来了吗 没有 他一提到他男朋友就满脸桃花开 他现在正在热恋当中 热得不得了 但是他一定能够通过镜头 电视屏幕看到你 下面我们走T台了 棒棒了 让他跑都跑不了 来 掌声鼓励音乐响起T台秀 好 好 太棒了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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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高兴地参加购时尚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旅程 把我变得这么美 所以今天我想站在这儿对我的父母说 我离开家这么多年 然后平时陪他们的时间都特别少 一年也就回家两三次 所以在这儿我最想对他们说 爸妈你们放心我在这儿特别好 身边的朋友 定人 还有同事们都对我特别好 我很幸运 请你们放心 同时我希望你们能保重身体 渐渐健康康的 我就放心 我也很放心 谢谢 我陪你一起奔 我陪你一起奔 我美丽阳光 有志愿的向往 美丽的远航 在长远的成长 睡觉能睡好吗 有事找我们啊 我是护士长去苏啊 我们护士长是对工作特别苛刻的一个人 您定什么犯呢 干嘛呢 谁抽烟呢 谁来凉菜又抽烟呢 我们苏护士长对病人就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然后像亲人一样 那又吃米粉热 米粉热解啥呢 您那个高脂血症反而病毒水浪呢 干嘛 它有点续叨叨 平时对我们大事小事都猫老叨叨 没来没两的 跟您说了多少次了 抽烟有害身体健康不安全 坐车吧 下回礼啊 咱们得吃避烟低脂的 吃点素菜吧 吃点素菜 嗯 不可能 尤其到晚餐不能吃那么多 还有二两米花两米花的 在工作上 还是对我们想的很多 然后认为对我们男医生来说 孩子还更像一个女汉 想要抽烟在我眼睛里下 我觉得不可能 他叫苏生 很多人都觉得他很苛刻 对工作苛刻 对下属苛刻 甚至对女儿要求也很苛刻 这两米花是白色的吗 这两米花也是白色的吗 这两米花也是白色的吗 这两米花是白色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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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它是上班还是下班 哦 也就是白色一桶江山了基本上 年轻的 年轻的 这是人命关天的 你怎么理解护士这个行业 我觉得护士就应该很严谨 很认真 然后不能在工作当中不能有一些的马虎 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不像你说的 必须要认真 而且他是作为医生的就是一个前哨兵 然后随时发现病情变化 对对对 然后给医生提供准确的一手的资料 是拯救医院这个生态系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 又是观察者又是陪伴者 很多时候又是实施者 我说心里话 我觉得上班这种节奏很快 但有的时候回家以后 我觉得我所有节奏还是很快 但我自己有时候就是停不下来 我觉得生活当中也应该稍微休闲一点慢一点 但是因为可能长期这样紧张的工作 很难自己都能够就是松拾下来 这也属于你们的一种职业变化 也许吧 觉得我到生活当中 我看了就我们家人 我觉得他们干什么事都慢 但我心里面总是觉得 不应该是这种节奏 应该是可能跟我工作上的节奏应该是一样 我看我姑娘也慢 就是弹琴也慢 写作业也慢 干什么事都慢 但我心里着急 但是时间长了 我觉得怎么周围人都会觉得 都是这种状态 但是只有是我是怎么做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能够意识到 哎呀 是不是周围好多人都反映你 有点太严厉或者是太坏了 对 对比较坏 他们可能有人说的 比较好听的就是坏 然后男性怎么老是老气 我们吃个老那样 你孩子觉得你比他们老是还严厉 因为亲妈妈的可能就得这样 你觉得你这样的这个压力也好 还是节奏也好 会不会传到给家人 可能会 我们再说回衣服啊 上班 有你无法选择 但是我觉得你内心还是非常喜欢这种甜静的白色 干干净净利索 没有其他的旁易协处很纯粹啊 然后生活当中也会是这样 你觉得生活当中这样的话 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吗 或者局限性吗 大多时候我觉得也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本身我就是喜欢就是白颜色的 而且我觉得护掌嘛 就应该很专装 就是应该有一个护掌的样子 同样我比较年轻 然后我手下你看 那个李老师的岁数就很大 我觉得穿白色就应该是护掌这个样子 你觉得你的这个白也好 还是板也好 有没有另外的一重原因是 毕竟你被提拔的比较快 毕竟你要管理那么多的人 所以你要用你的方式树立威信和权位 对 是这样的 有这个层面吗 有一段是这样的 50%是给别人看的 还有50%是给自己定位 是 刚被提拔起来那段 也会有那种忐忑和不知道自己能力是否能够升任 有一点这样的原因 而且就是觉得自己这样年轻了 其实好多老师要多比我出色 然后也都没有被提拔到 然后要穿着颜色很鲜艳的衣服 我觉得自己也很张扬 我觉得还是希望自己多淡定淡定 多踏实一下 然后再去学一些新的比较好的东西 然后再沉淀沉淀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那你觉得你的改变和对你的孩子有什么影响 我去商场里面 然后穿了一个花的衣服 然后他突然间就扑过来了 说妈妈你真漂亮 但是我一照那镜子 我就哎呦 我说男白孩子的什么美观点跟我不一样吗 但那件衣服还是没有买 那那是一个小小的启示啊 有好多时候你认为这不适合启示 就是你认为这不适合 当色彩在别人身上费着驾驭的时候 你就觉得还不错 像我看二位 这个颜色都很好 不一定只有白色能够缺着你 当然我们所有人的意见 也不是让你从此就摒弃白色 没有任何人说这个话 那也是属于你的颜色 只不过是G 那既然有觉悟来到这儿 我们也觉得你有更多的觉悟和勇气 愿意往前再满意 今天作证的心理专家苏琴老师 我们看看 在她的眼中 能够看到什么更加魅力的存在 苏琴 请讲 苏琴 你好 你好 总结起来这个喜欢白色的人都有一特点 就是对生活对自己要求是非常高的 因为你知道这个白色它是融不下瑕疵的 自始至终你表达的都是一个护士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是为了工作 让自己保持这种非常的严格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对于女人来讲是一种损失 你要知道 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绝对不只有护士长这一个情别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可能女人一定要让自己变得丰富 作为一个优秀的衣物工作者 不光要保持自己的一种姿态 一种严肃的专业的姿态 同时我觉得服装它也是跟并远交流的一种方式 你已经拥有了足够强大的这种专业素养 没有必要非要用自己的衣服来证明什么 但是关键是我提醒你一定要把自己曾经丢掉的身上的其他的克制一样一样捡回来 从今天开始记住我是一个妈妈 我也是一个妻子 我是一个儿媳妇 这样才能够让自己变得立体和丰满起来 好的 谢谢 谢谢苏青 有收获吗 我觉得收获挺好的 最好的那点 最说你新考的那点是什么 就是要丰富起来 然后要做一个利器的女人 我们这些白色的衣服真白啊 好 要飞走吗 决定全在你 其实挺喜欢的 是 就是 说心里话 就是我是我生活中的女性 因为 出席就是开会啊 或者是出去就是吃饭啊 或者用场合 我首选的都是我喜欢的 非常习惯的一种 对 那到底要不要飞 要不要飞 你问他俩 他肯定让你飞 要不要来干嘛 可以啊 那就飞走吧 来 我们今天就位 好 准备好了吧 护士长 去放在这 3 2 1 来吧 改变就是开始 下面有任务发布给你苏青 请发布任务 其实这么多年来 我感觉啊 苏青一直是在 因为职业的原因 在压着自己的天性 可能你内心当中那种 小女孩的热情 已经被这样的一个 护士长的身份 都掩盖着差不多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给你一个 非常有趣的任务 学习一段舞蹈 一起我当一天的舞蹈老师 充分的解放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天性 让你自己整个人都燃烧起来 变得更丰富更严重 加油 好想当骨验的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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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鱼 对自己要求苛刻的苏生 对这次任务信心十足 小朋友们能否接受这位舞蹈老师呢 时间很快过去 小朋友们好像无法理解苏生的要求 不配合的情绪开始蔓延开来 不配合的情绪开始蔓延开来 用尽各种招数还是无法和小朋友们达成协议 身心疲惫的苏生只好放弃任务 就是学舞蹈 就是自己学我觉得就只要能够认真用心 就是能够学到老师的就是一部分的动作 但是呢就是教小朋友们我觉得可能之前要做好这个充足的这个准备工作 我觉得可能我自己这个提前的这个没有准备好就是怎么样去跟小朋友就是更有效的去沟通 也是白色的偏多 白色的偏多 就是浅色的偏多 就是特别喜欢白色 对 但是听说女儿不太满意 对她喜欢就是我穿的五颜六色的 嗯 那到底你的这个什么样的服装适合你呢 我们还是要听听服装设计师邓欢欢的一件 我可以看到你自身的条件是非常好的 包括一是你的皮肤状况 嗯 还有你的身材比例 所以我个人建议是你可以大胆的去挑战很多颜色 因为你的肤质你的你的皮肤的质感非常好 而且对于一些色彩你能够驾驭的非常棒 嗯 在小眼妆方面的话呢 这个是连衣裙 因为对于矮个子的女生来说 我们是没有办法挑战很长或者是中裙的 对 因为我们的身材比例有一个局限性 但是对于高个子的女生来说 其实是可以挑战包裙或者是相对来说中长裙 嗯 然后拉高这样的非常卢雅的一个气质 在连衣裙方面呢 我个人建议是今年比较流行的是一个前后 比较有一些些层次感的裙子 嗯 对 比如说增加气场的就是可以非常近色的一件单裙 但是前面是相对比较短的 嗯 所以拉长你的身高比例 前脚后长 对 所以在去海边的时候 或者带着你的女儿去关街的时候 她会觉得哇 我的妈妈好浪漫 我好有气场 嗯 然后在袖子方面的话 我个人建议是比较多一些些荷叶边 增添一些浪漫的气息 嗯 对就很斯文这样子 在色彩方面的话 我个人觉得今年的流行色 无非就是一些亮色系的东西 嗯 所以亮黄色 亮粉色 亮紫色 亮绿色 其实都可以 但是呃 如果刚刚开始不想要穿的太花上 嗯 可以从镜色先左手 对 职场中的生活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嗯 还有相当一部分生活 需要陪着自己的孩子 陪着自己的家人 让他们看到你身上的色彩 自己的心情也会明快起来 好的 谢谢欢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看杨潜在这个造型方面 有什么样的意见给出 有请 顾士长好 顾士长 没有 我就是说那个顾士白色的衣服 然后黑色的头发 其实还是我就是觉得 咱们的头发可以颜色稍微换一下 嗯 我就显得太严肃了 我现在看到他这个头发是有一个斜流 对对对 他斜流还是可以没问题的 嗯 但是呃 因为他的脸型就这一块两边 嗯 是非常古的 是往外呢 所以呢我觉得他留个斜流汗 我觉得挺聪明的 这个做法是很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杨潜老师为我们的选手苏生来做一个 非常适合他的盘法 好 嗯 那我现在是放这个头发呢 也特别特别的简单 特别简单 因为我考虑到他一会儿得戴这个护士帽 嗯 所以我这个上面基本上就不去做任何处理了 那我们着重的是后面的部分 我可以斜着分两区的头发 我们看一下是斜着分两区头发 然后呢我们这也给他扎马尾 我们把这边呢也扎个马尾 所以呢我们这个头发呢也只需要五分钟自己完成能搞定 现在呢我们没有转呢我们可以随意轻的去盘绕一下 啊 拧起来 对拧起来 稍微有一些小变化 我们这呢同样的方法 我现在目测是左边高一点右边低一点是吗 我们可以两边不一样 哦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对对对对 嗯 因为我们分区本来就是一个斜的分的 对 我们戴上护士吗 试一下 那我今天呢还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其实我们盘法也是有讲究的 嗯 就是说你发际的就是后面的一个形状呢 高低是有讲究的 嗯 我们怎么看呢 我们看这个下巴线 嗯 下巴线 下巴线一直延过来 嗯 延长出来的线 如果你这个头发低于这个延长线 就偏成熟偏老 嗯 如果我们这个头发的形状高于这个延长线 它会年轻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苏生在我们故事上最终亮相的舞台上 精彩的绽放吧 加油 加油 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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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亮相了 亮相了 大电视给照片 照片上的这位选手呢 在这个故事上 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自己的女儿 希望让女儿看到自己不一样的一面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倒数五个数 请她上场 五 四 三 二 一 有请 故事长好 你好 了不得了 大方 温婉 优雅 这些词现在都可以当当当砸过去 好的很 好的很 最大的变化是颜色的突破 之前呢 她认为的最美的颜色是白色 不管是工作状况下还是生活中 这次应该是极大的一个突破了 嗯 来你自己审视一下 镜子前起 好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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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一 和他一样 和他一样 这种颜色你们从来没有过 对 从来没有过 好看了 评价一下自己 好看 好看 特别好看 而且我知道这个颜色是你女儿最喜欢的颜色 是的 好看 真好 真好 不仅仅是只有白色能够去牵着这种淡雅 这种稳重和端庄 粉色也可以 所以也不排除 蓝色 中文字幕——YK 大家好,我今天站在这里心里特别激动 而且就是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心情 我今天呢想跟我的女儿琪琪 妈妈想跟你说话 妈妈呢在医院里工作平时特别的紧张 没有很多的时间去陪伴你 而且我们的工作呢来不得八点的马虎 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有的时候呢我会把工作上的情绪 会带到你平时的恋情当中 对你有一些苛刻有一些眼力 尽管这样呢你仍然是妈妈心中最棒最好 最懂事的孩子 你是我的骄傲 白色的衣服呢我已经被吹 我已经给吹走了 你也说想要一个五颜六色的妈妈 那今天我跟你承诺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 共同成长 我要成为你最美丽的妈妈 好了时间差不多又见证了两个选手的变化 我们今天的两位选手都是护士 其实这个职业是特别崇高 我们通常用天使来形容他们 但是我很高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看到了他们女神的那一面 很美的一面 特别为他们高兴 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天使可以更美丽 留在最后的是感谢的话 感谢我们每一位专家的辛苦付出 感谢现场观众 如果是 都要感谢电视机前 您的陪伴 本场节目就这样 保持好金星 下周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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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